哈囉我是K眼,今天呢非常開心要來開箱小狐狸 你好工作室在最近有推出了一些新商品 當然身為他們的粉絲一定要購買支持一下的 我這次主要是購買PET膠帶的部分 因為這次的三卷都非常可愛 所以我忍不住就把三卷給包了 這個的背後有寫我的地址 所以我就沒有打算要翻過去 我就直接把它剪開來 剪這種破壞帶我通常都會習慣從上面直接剪 因為這樣我覺得底下帶子的部分 還可以再做第二次的利用 就比較不會這麼浪費 剪開了 我們先看一下裡面 是氣泡機 我先把我的拿出來 好這三卷是我的 然後裡面有附一張非常可愛的蟹卡 這蟹卡是小狐狸上面呢 拿著一個蘋果 然後蘋果上寫了Thank you 然後旁邊是一些麵包 在背面的話呢 就是跟大家說如果有去寫評價的話 可以獲得購物金的部分 我那時候在買的時候 最猶豫要不要買的是花磚的這一卷 因為我覺得 嗯...我有點不是很知道要怎麼用它 然後反而另外這兩卷是我 一眼看到就覺得要買的 因為這兩卷就是非常好搭配 加上它又是做PET材質 所以可以很容易的去堆疊 或者是很容易的去黏在任何地方 不僅僅是黏在手帳本上面 然後這一卷的話呢 是因為後來我想說 既然兩卷都買了 好那我就把這一卷也買了 就是一個全包的概念 所以呢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就一樣啦 給大家看一下他們這一次的圓標 首先第一個是花磚這一卷的圓標 可以看到它的圓標上面就是有這些花磚的圖案在上面 背後的話呢就是它的名稱 還有它的長度 這一卷是5公分乘以10公尺 然後再來是小狐狸的這一卷 它就是有兩隻非常可愛的狐狸 我覺得這次的小狐狸的動作都超級活潑 就是有那種很雀躍的感覺 然後背面一樣是它的名字 是小狐狸散步 還有它的尺寸是3.5公分乘以10公尺 然後還有這一卷扇的 這一卷的話一樣就是有一些扇在後面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綿延小山丘 一樣是3.5公分乘以10公尺 我覺得你好工作室的新商品 只要有小狐狸就一定會打中我 這種紙膠袋開的話 我就會從中間把它剪開來 讓大家看到的這樣 因為它這個紙膠袋在折包裝的時候 會有一些的皺褶 所以我就會去找它皺褶的地方 直接把它剪開來 這樣上下圓標我之後有空的時候再撕就好了 首先先來看花磚的這一卷 好酷炫喔 循環是從大家可以看到有油桶的這邊 然後一直到珍珠奶茶這邊 它上面有很多台灣的元素 像是油桶啊台皮 或者是大銅電鍋還有紅白帶 以及我們的珍珠奶茶這些都有在上面 然後其他有一些的圖案上面就是小狐狸 可以搭配花磚這個元素 很可愛的一卷 它這一卷的話你可以直接拉條用 或者是把它剪小塊小塊的 當作可能拼圖或是疊疊樂 那樣子的形式做使用 PET的話呢它就是背後這邊會有一層膜 你可以直接把它撕開來就可以做黏貼了 也可以黏貼在一些像是玻璃瓶啊 或者是現在大家應該都有人手一瓶的酒精上面 再來第二卷的話我要來開小狐狸的這一卷 這個超可愛 這一卷是我第一卷就決定要買的 因為我實在是對小狐狸沒有抵抗力 你看它是不是超活潑的 整個就是在跳舞的感覺 然後循環很長耶 我把它先一段一段剪下來 這樣大家在畫面上看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這一款小狐狸它全部的圖案都有壓白墨 壓白墨的話就會讓它的圖案是看起來比較清楚一點的 這邊的話呢就是全部的循環拉一條一條拉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小狐狸的話它每一個圖案都有上白墨 所以圖案的話顯色度會非常的清楚 就算是連這種白色的圖案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這邊是第一條的部分 第二條的部分呢一樣是很多的小狐狸們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PET的缺點 因為它會反光如果會在意的人的話 可能就要避開PET這個材質了 這邊是第三條 再來是今天的最後一卷 山的這一卷 這一卷我其實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比較還好一點 然後我真的被它燒到的是我看到這兩卷搭配在一起 我覺得他們就是天生要在一起的啊 整個就是很天衣無縫的那種感覺 但是山的這一卷它就沒有壓白墨 所以圖案上面呢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就會發現它整體來說的那個鮮敏感 沒有小狐狸這一卷來的這麼的好 小狐狸的話就可以看到它的圖案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山的話呢你可能底下要墊個白紙才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然它就是這樣非常的透 它一樣循環比較長一點 所以我先把它剪下來 好可愛喔這個山的 這一卷的話呢可以看到它山的圖案幾乎都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要從中間剪開來 但同時又不想要破壞圖案完整度的話 可能難度會稍微來的高一些些 一樣拉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剛剛小狐狸那一卷有白墨 跟現在這一卷沒有白墨的差別吧 很明顯 這一卷的話就是整個透明度真的很好 再來是第二段的部分 那今天的影片如果單純這樣開箱的話 我覺得東西還蠻少的可能有點無聊 所以我想說來拼貼一下 這一幅的話呢我主要就是用山的這一卷 還有小狐狸的這一卷互相做搭配 他們這兩卷我覺得真的就是天衣無縫啊 不管怎麼疊都很好看 就像大家看到的PET紙膠帶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在編排上面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先去 對好你要的位置 然後再去把要用的圖案給剪下來 我覺得這一點在使用上來說是非常方便的 那它當然有一些缺點 比如說像我剛剛在用的時候我就覺得 真的超級容易沾到指紋的 所以有時候大家看我用那個 這個藍色的膠帶做輔助 就是因為我覺得膠帶上面沾了很多我的指紋 我自己近看還蠻明顯的啦 相信大家在鏡頭上面看或者是看照片來說的話 不會這麼的明顯 那因為它是透明的嘛 所以像有的地方我就沒有剪得很乾淨 然後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反光這邊 我就沒有仔細去修它的邊 因為我沒有很在意這個邊邊的部分 因為它是透明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即便你沒有把邊邊修得很乾淨 也並不會影響到你後面的拼貼 再來就是白目的部分 我在這邊有放了一些白目 應該大家有發現吧 我把它疊在上面 那可以看到它白目的話呢 顯色度就會來得好很多 不然一般白色的話在上面應該會是看不到的狀況 就是左邊這一幅 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右邊這邊 右邊的話主要我就是用花磚 然後搭配小狐狸這一卷 這一卷真的動作超級活潑的耶 我剛剛有看到那個 有一個超好笑的 我要找出來 這一串我覺得都很好笑 這個瑜伽POSE的部分 超可愛的 然後我想說這個的話其實放在上面也可以 但是因為我想說再放一隻的話 好像畫面上面的小狐狸會有一點點過多 所以我就暫時先放了兩隻 然後花磚這邊的話呢 我是做有一點跳來跳去的樣子 但是因為我只想要拼貼小小一塊 所以我就沒有讓它再往外去延伸了 然後這邊的話留了兩個空位 再給這兩隻小狐狸 中間這邊這個洞的話 我是剪小狐狸上面的這個樹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剪簡單單的 其實也就還蠻好看的了 如果你有想要拼卡片啊 或者是拼一個簡單的小角落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是還蠻搭的 而且花磚的這一卷 其實比我預期的要來的好用蠻多的 然後呢 拼貼影片我就放在待會後面的時間裡面 就讓大家靜靜的看囉 然後呢 然後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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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边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开箱分享的三卷你好工作室的新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然后一样如果有问题啊或是有想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给我 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